咱们继续有10块钱了 看看能不能给半价的升个鸡 升个冲锋 长矛冲鸡才用了5块钱 其实确实是可以 我感觉有天赋 有这种属性的人 真是挺占便宜的 别人学都10块钱 你学只需要5块钱 我也希望我的队伍里头有几个这样的 咱就能省一大笔了 这个长矛还行 反正现在咱们只有4个队伍 所以说每个岛咱还是以4个队伍为主 我派的人少了 怕咱打不过 那边是在弓箭对射 然后行 两队的弓箭手都被咱们干掉了 这边来了一堆大部队 这个岛感觉还是挺肥的 房子特别多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小心 一般这种房子多的岛可能难度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咱们要把敌方的敌人给盯紧了 就害怕一会儿突然来一堆咱们打不过的 就难受了 看一下 行 这一个大船基本就是白给了真的 也帮我的弓箭手练一下咱们的准确度吧 上来一个人 上来 吓我一跳 真的我的长矛的部队确实移动作战的能力比较差 打不过 掉个个 把咱们步兵放头里 确实在和弓箭手对战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优势 长矛冲击 继续 还留了两个 没关系 还有一个 咱们继续跟他对抗一下 他房子后边藏了一堆 你真行 这一个只给你踢下盒 踢下盒应该也就结束了 他也就回不来了 又来了两队什么也不带的也没有防御的这个人 上岸他们就很厉害了 所以说咱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确实给我的步兵打的也是够厉害 但是咱们还是取得最终的胜利 给了十块钱 这一队还是挺不错的 咱们也打下了将近70多个敌人 也是收获颇多 上面有一个问号的 下边有一个兵种的 看一下咱们一会去选哪一队 哪一个岛好打 也不能挑好打的 毕竟咱们玩的是困难模式 还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技术 对吗 所以说这关啊 一点下一轮的话 咱们新来的这个首岛的兵已经拿不到了 所以说咱们只能选这个了 带问号的是一个咱们没见过的兵种 这个岛确实有一些复杂 一会上一会下的 看一下咱们这局能不能给它成功拿下吧 确实有一些复杂 但是登岛的说白了也是只有两个兵种 我觉得还好一些 实在不行咱们就舍几个房子嘛 是吧 最好事都能保住 先不用这个长矛冲击 基本上已经给它拿下了 这一个大船应该所剩无几了 还有最后一个 行成功给它干掉 看一下这一对吧 这一对 哦是这个 是这个巨人式的这个敌人 这个的 他的能力比较强 也不算能力强 就是他的个头比较大 伤害比较高 还是在这边 一般来说 弓箭手对他的攻击还是有效的 咱们还能够打动一下他 折折 不行啊 皮是够厚的呀 打不动他 看来咱们的弓箭手还得升个级 打他来说 还是这个拿长矛的这个兵种比较有优势 因为他手长啊 这些大胖子兵他不进身 不会给咱们这些拿长矛的兵 带来一个近战攻击 你看我这个四个兵种多团结 基本上有每一次进攻 我们都是全上全下这种 没有说刚看着的 是不是 管你能不能打得动呢 但是咱们也是去参与这场战斗 刚才有一个兵已经被打飞了 看来这个大胖子兵的实力真是不可小看 又来了一群 这一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威胁 看一下这一队是不是最后一个队伍 基本拿下好漂亮 咱们对抗这个巨型敌人的时候也可以成功拿下 这局看着房子不多 但是给了9个金币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吧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